来关心这个周末的天气 外星云图我们先来看到 现在盛行温暖的东南风水 白天会有暖热如夏天的感觉 提醒观众朋友要防晒多多补水 预防中暑了 今天各地基本上都是晴时多云的好天气 这温度不断地在回升 尤其在现在的南部局部地区的温度 最高屋我们看到在地图上面显示 可以来到36度左右 那么在中部地区也标出34度左右的高温 北部跟东部今天落在32度上下 但是特别提醒今天在西半部 还有近山区的观众朋友 午后出门容易留意 可能会出现短暂的雷震雨 那么今天在东半部跟离岛马祖 也有局部震雨出现 那么今天天气可以说相当不错 水气偏少 西半部多云稻情 就有在基隆北海岸 东半部地区以及马祖有局部断阵阵雨 但是注意到明天天气比较不稳定 明天封面接近了 白天还是暖热多云稻情 但是各地区注意尤其到了午后 西半部地区可能会下雷震雨 东半部也会局部飘雨 到了下周一二 有一道微弱封面掠过北部的封面 但是影响不大 各地仍然是多云稻情 只有东半部偶尔有短暂阵雨 下周三过后呢 东北季风增强了 北部地区会稍微的转凉一些 那么如果说今天您有出游计划的话 我们特别提醒 在西半部地区的观众朋友 会在弱风处污染物比较容易累积 所以今天在中部地区跟高平 如果要出游的话 敏感族群可以佩戴口罩了 各景点的旅游分布 我们看到北部景点一带 只有在北海岸飘点雨 不至于太大 明天雨是比较明显 中南部今天阳光露脸 留意着午后呢 可能会下点雷震雨 各地的温度带您关心 北部地区落在22度到30度 基本上多人稻情 中部地区23到31度 南部地区的温度24度到32度 可能会下点午后雷震雨 东部23到30度 外岛地区的温度落在19度到29度 我是戴立刚 也是气象专家 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 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讯息 当然更重要的天气内容呢 就要锁定我们中式气象台 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 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